好,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7月28号 姜维杰对战深圳旭的一场往棋赛 姜维杰直黑,深圳旭直白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左上方黑棋挂脚 这一手棋是希望白棋小飞手脚 然后自己回拆 这样的话黑棋左边的配置非常不错 实战白棋选择夹击 想要同时进攻黑棋上下两块 黑棋也可以选择在这儿拆一 然后白棋逼住 黑棋上方走一个双飞燕定式 这样的话上方这块棋可以先手做活 然后再考虑下方两颗子突围的问题 实战黑棋往上一飞 白棋一跨,黑棋一挖 这一手棋的意图是希望白棋从上方打吃 黑棋一瞻 不仅可以先手加后 而且给白棋留下来两个断点 所以说白棋实战选择断打 黑棋一长,白棋从这儿打吃完之后再一沾 黑棋一拐,白棋一贴 如果说黑棋要是跟着长的话 那白棋下方封锁 可以惊吞黑棋两颗子 这样下黑棋肯定不行 所以说黑棋实战选择大跳出头 白棋右下角继续一碰 再一扳,黑棋粘上 白棋从这儿照一手 不过黑棋也不怕 可以先像实战一样在二路打吃 因为随时可以连回 如果说白棋要是阻度的话 黑棋就往这儿尖顶 然后原地搭野 也可以做活 实战白棋先在右下一瞻 黑棋一跳 然后白棋往上打吃再一贴 黑棋长 白棋往下封锁 这样的话 白棋一方面是围住了下方的空 另外一方面 黑棋左侧三颗子 已经无法突围了 只能选择二路连回 很明显 下方这个空 白棋如果说再能往这儿跳一手 那肯定可以继续扩张 这一手棋 本身就是双方模样消长的要点 但是实战 白棋是先在上方尖顶一手 AI认为这一手棋走小了 黑棋应该马上在下方一跳 而且有了这手棋的接应 黑棋左侧这个断点就变得更加严厉 所以说 这手棋是双方的一个绝好点 实战 黑棋在上方点三三 白棋挡住 黑棋二路搬完之后再一爬 白棋一断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黑棋还是应该往这儿一跳 如果说白棋要是补棋的话 双方就形成一个对围的局面 这一盘棋还很漫长 实战 黑棋选择打入就有些过分了 因为白棋可以在右侧借近 往这儿靠压一手 黑棋一搬 白棋反搬 这个时候 黑棋已经不敢跟着长了 不然的话 白棋往这儿一压 黑棋一搬 白棋继续反搬 黑棋从这儿打吃 再一冲 给白棋制造断点 但是白棋往这儿一沾 右侧多了一堵围墙 黑棋下方这颗子 再想突围就很困难了 所以说实战 黑棋直接往前一跳 然后白棋断打 虽然说黑棋也可以反打 切断白棋 双方实战形成了一个转换 但是这个转换 肯定是白棋便宜 因为右侧先手拔一朵花 价值实在是太大了 还影响局部后保 实战 白棋下方一碰 还想利用这三颗残子 在局部占一些便宜 黑棋内搬 如果说黑棋要是外搬的话 那白棋反搬 黑棋打吃 白棋沾上 黑棋贴下来 白棋往这儿一断 黑棋还有一个断点 需要后手补棋 白棋右侧挂脚 等于说白棋两边都走到 这样下很明显白棋满意 实战黑棋内一般 白棋反搬 黑棋打吃完之后 白棋一沾 黑棋选择 沾在右侧 如果说沾左边的话 白棋还是可以做活 往二路一立 黑棋连回 白棋先往右边 二路打吃 然后再断打 这样下 黑棋只是破了下方 一些目鼠 显然不能满意 因为右边白棋已经拔了一朵花 实战黑棋选择 右侧一沾 然后白棋一段 黑棋搬下来 白棋打吃 走到这儿 这个局势对于黑棋来说 已经是相当不利了 很明显黑棋也有些着急 直接回到右侧夹击 走这手棋之前 还是应该先往下方交换一手 就是跑一步 等白棋打吃的时候 再夹击也不迟 因为有了这手棋交换 白棋下方这三颗子 在从二路夹 想要连回的时候 黑棋打吃先手 再一沾 可以阻断白棋 实战没有交换 被白棋往这儿一夹 然后黑棋一沾白棋一路度过 这还是一个先手 如果说黑棋不走的话 白棋往这儿搬出 还要分断黑棋 但是黑棋实战往这儿一团 补齐的时候 虽然说下方打吃 白棋这四颗子还是连不回去 但是白棋肯定不可能再补齐了 这里的价值实在是太小 白棋回到上方点三三 继续掏脚 走了一个定势 白棋再从二路一爬 黑棋也没有跟着硬 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跟着走的话 很容易落空 AI这个时候的一选 是让黑棋在左侧切断 然后白棋跳夹 黑棋从这儿小肩突围 再从这儿一尝 这样下白棋中央这四颗子 没有安定 很容易跟右侧这朵花 被黑棋缠绕攻击 这样下的话 黑棋非常主动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右侧跳刺 想要搜根 白棋飞出 黑棋继续往这儿一照 白棋再一飞 虽然说白棋这个棋形 有一个串向眼 但是白棋也不怕 白棋可以往这儿跳夹 然后黑棋一冲 白棋挡住 黑棋一断 白棋往这儿一团 还是可以保证联络 实战黑棋往上夹击 这手棋一方面想要威胁 白棋左上角的死活 另外一方面 想要围住上方大空 那白棋肯定不答应 所以说白棋先往这儿 先手一虎 上方直接打入 黑棋一飞 然后脚上破眼 白棋往这儿震头 黑棋由于自身 联络也有问题 所以说先往这儿顶了一手 白棋一扳 黑棋反扳 白棋沾上先手 黑棋连回 但是下方还有一段 白棋实战往这儿一段 看黑棋如何选择 如果说黑棋要是打吃 然后穿下去 形成一个转换的话 肯定是黑棋亏 因为首先这个转换 从目数上来说 双方差不多 但是黑棋还要落一个后手 往这儿补断 白棋先收关的话 那黑棋肯定不行 比方说往下一提 连回四颗子 所以说实战 黑棋只能选择对杀 往这儿拐打 然后二路小尖破眼 白棋一团 继续长气 黑棋二路跳 扩大眼位 白棋挡住 黑棋一站 白棋往这儿跳刺线手 黑棋站上不断 白棋再往上一冲 一路扳 缩小眼位 黑棋挡住 白棋往这儿点眼 黑棋一路扳沾 想要长气 然后再往这儿一沾 白棋脚上一扑 形成一个结针 那这个时候 AI认为白棋最为稳妥的走法 就是在上方补断 因为黑棋 右上这一块 也没有安定 所以说 左上这个结针 对于黑棋来说 负担很重 实战白棋 是先在右侧一段 想要冲击黑棋的保卫 这个时候黑棋 因为局势已经非常不利 只能选择缴局 先往这儿一段 白棋打吃 黑棋一尝 这个时候 深圳旭突然选择弃子战术 往这儿一贴 因为走这儿的话 黑棋就像实战一样 往这儿一夹 白棋四颗棋筋 已经要被吃了 这个时候 黑棋肯定不能长 长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一贴 再一双 棋筋又可以连回家 所以说黑棋往这儿一夹 白棋打吃 黑棋一尝 然后白棋先手往这儿一搬 黑棋冲断 虽然说 白棋弃掉左上这一块 目数很大 但是如果说能 侵吞黑棋右上方的话 这个目数 肯定要超过左边 很显然 黑棋已经很难做活了 因为周围全是白棋的子 实战 深圳旭往这儿一尝 然后黑棋点刺先手 再往这儿一拐 黑棋如果说想直接飞出的话 也不行 白棋往这儿断打完之后 再一跳夹 黑棋一断 白棋打完之后一站 黑棋还是要被全部封锁 实战 黑棋往这儿一拐 白棋也一拐 然后黑棋一搬 白棋一跳 先把上方封锁 黑棋脚上一搬 白棋反搬 黑棋一断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从一路打吃 如果说从二路打的话 黑棋可能有这儿翻打作节的手段 所以说白棋求稳 从这儿打 黑棋下方直接跨段 白棋一冲 黑棋往这儿一虎 白棋一连 黑棋往这儿一团 想要做活 白棋直接二路点眼 然后先手打吃 再往回一连 黑棋往这儿小肩 白棋中央一团 走到这儿 黑棋就认输了 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黑棋也无法做活 比方说往这儿一挤 白棋一连 黑棋下方一虎 白棋打完之后脚上补棋 黑棋再往这儿一团 白棋搬完之后挡住 黑棋还是要被封锁 所以说这盘棋 主要问题就在于下方 黑棋应该先往这儿一跳 压缩白棋的潜力 这盘棋应该还很漫长 但是实战 黑棋选择打入之后 被白棋往右侧靠压一手 这个棋 黑棋已经很难下了 虽然说在左上形成一个结针 但是深圳序判断清楚 选择一个大棋子 从而强杀黑棋右上方这一块 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企友们带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